哈喽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基础营养素 基础营养素,指食物中的热量及其他有利健康的成分 在营养学中解释到,食物中营养素和其他物质与生物体的维持,生长与繁殖 是健康和疾病相互作用的科学 基本营养素包含巨量营养素与微量营养素,以及植物营养素 这些营养素能够帮助身体调节身体机能,维持建造身体组织 并提供身体能源,调节新陈代谢,维持身体的健康 巨量营养素与微量营养素,及植物营养素,每一个都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关键 基础营养素是维持生命的物质基础 没有这些营养素,生命便无法维持下去 不论是小孩、大人或者是长辈,身体都需要营养素来打好基础 当身体能完整摄取这些基础营养素时,就能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以及生活 食物是营养素的主要来源,并没有好与坏的分别 重点是里头含有哪些营养成分,营养素也是健康的最根本 食物的营养价值是根据食物中所含营养素而定 不管是巨量营养素,还是微量营养素,以及植物营养素都是人体所需要的 人以及动物在吃尽食物后,经过消化再到吸收然后代谢 利用食物中身体所需要营养素,让身体能有足够的营养 以维持活力以及生命 这是一种全面的生理的过程,并非只是单指某一种养分而已 人体所需要的基础营养素大约有五十几种 这些营养素在体内功能各不相同 主要可分为三种 一,供给人体所需生理,以及体力活动需要能量 二,提供修补身体组织的材料 三,身体物质代谢与调节 当身体得到适当的营养素,可以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 若摄取不足缺乏必要营养素时,则会出现健康相关的问题 恐怕会造成代谢缓慢 体内主要的代谢器官是肝脏 所有的营养素都会送至肝脏进行代谢 并由血液运送至身体各部位 以及身体器官 而体内最主要的吸收器官则是小肠 小肠会吸收各种营养素 身体对每种营养素都有不同需要 绝大多数的食物中不仅只含有一种营养素 而营养素在不同种类的食物中 地含量也不太一样 当然生鲜食物基本上会比加工食品含有更多营养素的成分 因此均衡饮食才是让身体获得最全面营养素的主要方法之一 如果平常想要让身体能够摄取较为均衡足够的营养素 不妨可采用彩虹饮食法或保健食品等等方式摄取 彩虹饮食法主张的就是摄入多彩的蔬果食材 让身体有更加丰富的营养素 彩虹饮食法将食物分类成七种颜色 红 橙 黄 绿 蓝 黑 白 食物或者保健食品中摄取到的营养素 不相同的食材会被归类到不同颜色之中 而这些分类也代表身体会摄取到不同的营养素 进而促进身体不同的机能 如果身体缺乏某些营养素 会引起营养缺乏相关的疾病 相反的营养素过多 也会引起摄取过多方面的疾病 所以各种营养素需于身体 所需营养素的需求量达到平衡 不足或者过多都不恰当 身体的健康等于数字1 然而现金 房子 车子 能力 家庭等等 全都只是加在1后面的0而已 这意思也就是说 少了健康其他的一切只是空谈的 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 你所有努力来的其他一切事物 才是真的具有意义的事情 记得千万不要让你的健康离你而去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有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是这频道继续制作影片最重要的原动力 如果你愿意支持与鼓励这频道走得更远 欢迎分享 订阅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能够在影片更新时 第一时间获取通知 期待我们下部影片再次的相遇 请订阅 大家可以订阅一下